在看影片之前提醒你 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 美国总统拜登在多次暗示要竞选连任之后 终于在昨天 也就是适逢他2019年宣布参选总统的四周年 在推特上发布一支长达三分钟的短片 那正式宣布要在明年2024年的总统选举中寻求连任 拜登这一次主打着 让我们一起完成工作的这个竞选口号 那承诺如果他成功连任总统的话 他将会重点关注堕胎权 还有捍卫社会保障等等的议题 那拜登也在视频当中表示 当他四年前竞选总统的时候 当时他说要为美国灵魂而战 而且就而目前美国呢 还是处在为国家灵魂而战的这个斗争当中 因此他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完成这项工作 那拜登宣布要寻求连任总统之后 引起共和党的批评 其中可能再次较量的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就形容 他难以置信拜登还要竞选 因为把美国历史上五位最糟糕的总统 合在一起所带来的伤害 他说都不如拜登在任期内所造成的伤害 而且还差得远 特朗普就以俄乌战争为例 他表示如果在他任内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事件就不会发生 让世界处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边缘 那无论如何拜登在发布竞选影片之后 就马上出席公会的活动 争取蓝领的选票 现年80岁的美国总统拜登 昨天通过公布竞选影片 正式宣布将角逐明年的美国总统选举 寻求连任 呼吁选民再给他四年的时间来完成任务 在宣布竞选连任总统后 拜登随即展开竞选活动 首战便来到华盛顿 同样也是民主党基本盘之一的 蓝领工会发表演讲 在欢呼声中走上舞台的拜登 先是大赛过去执政期间的成绩单 指自己不止创造了1200万个工作机会 还为工会争取到不少福利 我的经济计则是工作的 我们现在要练习工作 有什么要求 我的经济计则 Megarvey说的 是为美国统选择折成绩 我无论是 我以为美国总统选择折成绩最迅献的 我非常愉快 我真的愉快 我真的愉快 拜登承诺 他会继续推动美国经济 打造更强的竞争力 希望大家能够和他一起完成 未来四年的任务 在2020年78岁的美国总统拜登 一举打败狂人总统特朗普 成为美国史上最年长的白宫主人 那时隔三年 如今的拜登已经迈入 81岁 如果明年真的上阵大选 并且再次赢下总统之位 他将会以82岁高龄入主白宫 直到86岁才会退休 而在立任美国总统当中 目前为止 没有一位是超过80岁的 因此年龄将可能成为 拜登在下一届的大选中的致命伤 也是他连任之路的一大障碍 那根据美国广播公司NBC 日前发表的这个民调 在1000名受访者当中 有70%的人认为 拜登不应该竞选连任 而在拜登隶属的民主党当中 也有超过一半的人认为 拜登不应该再参选 当中最主要的原因 正是因为他已经迈入高龄 不适合再执政 那另外 在这一项民调当中 只有41%的成年人对拜登的工作表现表示认可 另外有54%的人表示不认可 比今年一月份的评分来得糟糕 有美国学者认为 拜登执政三年下来 那并没有什么可以拿得出手的这个好成绩 而美国人也在这三年内遭遇了通货膨胀引发的经济危机 尽管大多数选民不希望拜登连任 但是民调却显示 拜登在美国人心中的评价 依然是比特朗普来得好的 根据民调 有38%的成年人对拜登持有正面评价 另外有48%的人持有负面评价 相比之下 特朗普只获得34%的正面看法 还有超过一半 就是53%的人对他抱有负面评价 感谢这回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